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我們看這個題目 這裡有一個導體球,半徑是R大R 現在在導體球的表面,分佈由總電量為Q的電荷 它是均勻分佈,對稱分佈 我們現在要求距離球心R遠處 有一點批點,問這個批點的電場是什麼? 求批點的電場 你們要把這個題目要寫出來了,要不以後看不懂 好,我們現在要求批點的電場 好,這個怎麼求? 我說過,當你們做題目的時候 第一個要把題目看清楚 他要我做什麼? 現在求電場 好,那你就想 我學過哪一些求電場的問題 求電場的方法 你就算一遍啊 點電荷的電場 一群點電荷的電場 連續分佈電荷的電場 那麼現在又教的是高思應律求電場 那這種當然是連續分佈,畫是畫一個一個正號 其實它是連續的表面的電場 表面的電荷 你當然可以用連續電荷求電場的方法來做 但是這種方法呢,相當麻煩 因為它是二維的表面 所以將來有二維基本 那麼高思定律 如果要用高思定律 為什麼要用高思定律呢? 高思定律它是適用於一些電荷有對稱性分佈的時候 記住這句話 電荷做某一種對稱性分佈的時候 我們用高思定律來解電場就非常的方便 那現在這個電荷啊 它是做球狀的對稱 球狀的對稱 你整個球上面 有離比外外 整個球它的裡頭跟表面都有電荷分佈 如果是均勻的話 這也是球狀對稱 如果不是均勻呢 只要同一個R的地方 電荷密度就一樣 雖然不同半徑的地方 電荷密度不一樣 只要同半徑的地方 密度一樣的話 那這就是球狀對稱 那只有表面上的 這也是球狀對稱 球狀對稱 因為它有對稱性 我們可以用高思定律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用高思定律 你在用高思定律之前 你不是做了很多 判斷嗎 你現在把這個寫出來 你現在把這個寫出來 把這個寫出來 你看 當你寫這個詩子之前 你要考慮一堆東西 為什麼用它 你為什麼用它 因為它的怨恨有對稱性 因為它的怨恨有對稱性 怎麼用它 怎麼用 你們不是喜歡用 背公式嗎 以為公式背毀了就毀了 那我告訴你 就是這個公式 你不用背 你怎麼用它 你現在怎麼用 怎麼用 如果現在開戰車來讓你開 你會不會開 裝甲車讓你開 你會不會開 你會不會開 你當然要明白 知道這個要怎麼用 這個詩子 你先要知道它的物理意義是什麼 它是說 從任意的一個封閉面理 那你現在就要 鑽出來的總電通量 要等於 就是這個封閉面 裡頭 所包含的 包含的 電量的進鎖 被epsimal zero來除 那這任意的封閉面 那你現在就要 取封閉麵,高斯地域沒有封閉麵不是很好玩嗎? 不是很荒唐嗎? 它就是封閉麵上面有這個特點,所以你要取一個封閉麵 它說,任意封閉麵這個都對,但是我們知道,當我們隨便亂取的時候 這個式子還是對,但是你就解不出這個變場出來 所以我們取高斯麵呢,你可以任意取 但是我們要取一個對我解問題最方便的一個麵 這個麵是什麼麵呢?要用我們經驗來判斷 我們先說,經驗告訴我們,這個高斯麵是一個同心的球麵 我們取一個半徑為R的同心球麵 這個P點呢,就是在這個面上面 因為這個式子裡頭的墊長,就是這個面上的墊長 不是這裡的墊長,也不是這裡的,是這個高斯面上的墊長 那你說,為什麼取這樣的一個麵呢? 為什麼取這樣的一個麵呢?不取別的麵呢? 因為這樣的麵呢,它有好處 好處在哪裡?我們現在就來判斷 你要先寫喔,同心球麵 為什麼取這樣的麵? 因為,你在這個麵呢,對這個球來說是一個同心球麵 所以呢,你站在這一點,或者站在這一點,隨便站在哪一點 我叫你往裡頭看,你看到的電荷是什麼分布啊? 不管你站在哪個位置往裡頭看 都會看到說,喔,這裡有一個球啊 半徑是大R,它的表面呢,有電量的分布 每一點都一樣啊 好,既然每個人看到的電荷分布都一樣 那麼,這些電荷在你所站的這些點上面 所產生的電草,你有沒有理由說 這個電草要比它大,它要比它小 你有沒有理由說這根花? 有沒有理由啊?沒有啊 因為它面對的電荷都是這個樣子啊 那電荷產生的電草呢,應該大家都一樣啊 所以,我們取這個麵,有一個好處啊 這個麵上面,電草等於Constant 它好處在這裡,你隨便亂取 它沒有這個條件 然後呢,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你要看這一點的電荷,對不對? 就在這一點的,這一點取的一個表面 你為什麼知道是這個樣子啊? 電荷你怎麼知道是圓座半徑的方向啊? 你怎麼知道? 這個也是由電荷的對稱性之道 比如說,這個電荷都是對稱的 以這個軸來說 那我在這裡取一個小小的電荷激素 在這裡產生的電草是朝這一邊,對不對? 那我在它對稱的位置 不是也可以找一個電荷激素跟它一模一樣嗎? 那麼它產生電草呢? 就是朝這個方向啊 所以這兩個,應該大小一樣 跟這裡的假角一樣 所以這兩個電草,這兩個電草啊 就可以分成切線分量跟髮線分量 將來,一對一對以電荷激素產生的電草的向量核加起來 這一對都消掉了 只有這個預算本存在 因此最後最後的電草一定是圓座R的方向啊 好,那所以我們就說這個電草呢 大小是Constant的 它的向量應該就是大小乘上R Univetal 然後取DA 表面上,這個表面上取一個DA的向量 這個向量可以向外也可以向內 可以向外也可以向內 那我就取跟電草同方向 那它就是平行與電草 好,你有了這個 就很好做了 你寫出這個來 你憑什麼寫這個? 那是由電草的對稱分部 哪邊寫意公佈,一定要充分地知道它為什麼了 現在,我們就把這個,帶到一式裡面去。 我們先看一式的左端,一式的左端,一式的左端。 左端是什麼?是這個積分,d.da。 現在你看,d.da跟d.平行,看到沒有? 兩個平行同方向的向量做內積等於什麼東西呢? 就等於1乘d.a,乘cosθ,這個時候θ是零度,cos零度就是1,所以它就是向量變成純量。 到這一步以後呢,1等於什麼?custom。custom就是說,它跟你d.h的位置沒有關係,所以它可以提到7分號的外面來。 你看,現在就d.a積分了。d.a是高四面上的一個面積極數。 這個就是,你要把全部高四面都積分了。 它就等於高四面的總面積,1乘4πr平方。 然後再看一式的右端。 一式的右端是什麼? hue enclosed over epsilon 0。 那hue enclosed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高四面被高四面包在裡頭的總電量。 這個時候全部都包在裡頭了。 就不用積分了,就知道它是總Q,已經告訴你是大Q了。 所以呢,這個就是大Q,被y0來除。 那左端也求出來了,右端也求出來了。 你看,高四地律是一個橫等式。 所以,左端等於右端。 所以,左端,橫等於右端。 那就表示,1乘4πr平方。 右端,要等於乘4πr平方。 所以你就把電廠求出來了。 這個時候的電廠,它就等於4πr平方分子q。 這是一個常數。 因為你要求的那一點,P一點,是固定的,這2是固定的。 所以這個意義是常數。 你求到這裡還沒有完哦。 如果叫你求一個項量,以此求出它的大小,方向沒有找出來的話, 你只對了一半。 很客氣的話,是對了一半。 不客氣的話,就是0分。 為什麼項量最後得出來是一個純量? 好,方向在哪裡? 這不是方向嗎? 這不就是電廠的方向嗎? 所以,電廠的項量還要等於4πr平方分子q。 這個是當小r大於等於大r的時候,是這個值。 那現在我們還要求,它是求π點。 π點在空間,它可以在求殼的外面,也可以在求殼的內部啊。 所以說,我們當r小於大r這個區域,我們還要再求一遍。 那這個時候呢,你重新畫圖啊。 你不要一個題目下來,沒有圖啊。不行啊。 你看,你假如沒有圖的話,我怎麼知道你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你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你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圖一定要畫。 需要畫幾個圖,才能夠表明,才能夠把它表達得很清楚。 你就要畫幾個圖。 那現在我們2小於大r的區域,我們就再畫一次啊。 這個部分。 這個是Captual R。 電荷當然都在這個外面。 都在這個表面上面。 我們現在也是一樣要做一個高斯面,也是半建於R的同心球面。 這就是做在這個裡頭。你的P點就在這裡。R,這個是R Univector。 你照樣判斷嗎?跟這個一模一樣。 因為你站在這個面上面,看這個電荷的分布,你這個時候向外看。 你哪一點看電荷都一樣。 所以這些電荷對這個面上面產生的電荷是常數。 然後用電荷的對稱性,比如說這一點的電荷,你可以在這裡找一個DQ,在這裡找一個DQ。 它產生的DQ,兩個也是對稱的。 所以它的核電荷就是半建向外。 你這一半呢,這一小半呢,它產生電荷超裡頭。 這個大半的產生電荷超外。 最後的電荷不是向外,就是向底頭嘛。對不對? 那麼我們可以判斷,這大部分的電荷超外,電荷超外。 所以它就是向外了。 電荷超外,然後畫出DA出來。 最後我們跟這個一樣。 同理,我們可以。 同理,我們可以。 同理,可得。 左端, 一得DA是等於電荷乘四拍二平方。 右端呢? 右端呢? 但是,右端不一樣。 右端,Q enclosed over external zero。 這個Q是指高斯面裡頭的電荷。 現在裡頭有沒有電荷?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電荷就是這啥? 就是零啊。 就是零啊。 左端也求出來了, 右端也求出來了。 我們代入, 那就得一乘四拍二平方。 要等於零。 這是很等於零啊。 很等於零啊。 四拍是不是零? 四拍是不是零? 四拍不是零啊。 所以,等於零並不是因為四拍的緣故啊。 四拍不等於零。 二呢? 阿爾只是隨便我做啊。 我令阿爾不是零, 就不是零。 對不對? 即使阿爾不是零, 這個很等於零還是零。 你看, 這個也不是零, 這個也不是零。 但是整個是零, 那只有什麼東西? 等於零啊。 電長等於零啊。 所以呢, 我們說一要等於零。 一等於零。 你不可以這樣, 一乘四拍等於零, 所以一就等於零, 不能這樣賴皮。 你要講出道理出來,懂不懂? 。 然後, 我們最後的答案就是, 答。 電長, 是等於, 四拍, 一,四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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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於答。 就結束了。 這一題就這麼做了。 你用高斯定律要這樣子用嗎? 高斯定律要這樣子用。 如果你不這麼用啊, 你對高斯定律不會了解啊。 你不曉得它這個是一個封閉面, 任意封閉面。 既然是任意封閉面, 但是我們取的是這樣的一個面。 所以呢, 就是說, 對於對稱的這個, 變合合部才有用, 這個式子才用得出來。 你怎麼取高斯面? 高斯面上的面長有什麼特性? 你怎麼取面記都要講清楚, 然後呢, 寫出來。 知道嗎? 但是好多同學, 在一年級, 不是這麼學的啊。 不是這麼學的啊。 像, 有的同學, 他什麼叫高斯定律根本就不知道。 他就想, 欸, 如果一遇到這樣的式子, 如果這不是球狀分布的話呢, 你就寫這個等於這個。 如果是圓柱狀的對稱呢, 就是電場乘二排R乘上這個H。 這樣做, 這樣做下來當然結果還是對了。 但是, 你把這些資訊通通, 沒有留意到。 沒有留意到。 最後最後, 你會產生一個結果。 欸, 說到最後, 為什麼高斯定律寫出來以後啊? 他就是這個式子啊。 這個式子怎麼就變成這個樣子啊? 路就一萬個問號。 那這二年級問你什麼叫高斯定律不知道。 你從來沒有寫過高斯定律。 你從來沒有畫過什麼高斯面。 從來沒有判斷過高斯面上的電場。 你對於高斯面這個東西啊, 非常非常的陌生。 最後不認識它。 所以, 我們學一個東西啊。 一定要按部就班。 學每一樣東西它都有要領, 你要按這個要領去學。 你才對這個原理也好。 對這個方法也好。 你才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都隨便亂學。 那你高斯定律要寫出來啊。 高斯定律我現在先告訴你啊。 以後考試的時候, 你寫高斯定律寫不對的話, 我整題就不看。 整題就不看。 你要寫對啊。 很多同學怎麼寫啊? 千奇百怪。 什麼怪樣子都有。 有的這樣子寫啊。 什麼Q of A。 這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還有的這樣子寫。 E-D-A。 或者是這樣子。 就等於什麼。 這邊它都沒有寫對啊。 這個對不對啊? 對啊。 兩個項量當中怎麼沒有一個 DOT或者是CROSS呢? 這個地方也沒有一個圈圈。 這個圈圈不是畫得好看啊。 不是好像在耳朵上面戴那個耳環啊。 叮叮噹噹噹噹的好像很漂亮。 這個不是。 這個畫一個圈圈代表什麼東西啊? 封閉面。 Close the surface。 你即使這樣寫這樣, 這裡沒有點啊。 不對。 甚至於你這個地方都寫出了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這樣的符號。 沒有點還是不對。 以前, 好久以前你們都還沒有生出來。 我教電機系的符號。 這個都講了, 都講了。 最後還有一個同學, 不及格。 不及格讀考。 那時候還有補考。 補考, 我又出了一個高師定律的彈作。 最後, 高師定律選成這樣。 就是這裡少了一點。 少了一點。 重修。 老師, 老師, 以後我會點上去。 我說, 你知道也不行。 因為你少這一點, 不是單單少這一點耶。 你不知道這一點是代表這兩個像樣的 dot。 你不曉得耶。 那你就不曉得, E.DA是什麼? 什麼物理意義啊? 它代表Electric Flux, 你就不知道啊。 那你也就不知道, 這個closed surface裡頭, 總電通量要等於這個。 等於整個高師定律, 你根本就不知道啊。 莫名其妙。 不曉得那是什麼東西嘛。 你學了一年, 還是這個樣子。 再學一學期。 所以他為了這一點, 重修一學期。 那我告訴各位, 你要學個道道地地的。 以前也有我們物理系的一個二年級同學, 不是二年, 四年級同學, 他去考研究所。 考完以後, 拿了一堆考古題目, 電磁學的問題來問我。 然後他臨走的時候啊, 離開我辦公室的時候, 我就回答說, 老師啊, 我現在啊, 會背高師定律。 那八個式子我都會背, 四個積分式子, 四個唯分式我會背。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這個高師定律用背的。 不是, 那Maxway Equation是用背的。 我說啊, 你不要走, 在我的白板上, 把這八個式子寫一遍給我看看。 不是, 你不要寫八個, 寫一個就好了。 你就寫這個高師定律。 基本式給我看好了。 他就在黑板上寫。 他一邊寫一邊唸了。 有一個像S的符號。 上面有一個圈圈。 這裡有一個英文字母, 大寫的E。 上面有一個箭頭。 這裡有一個英文的句點。 這裡有小寫英文字母。 小寫的A上面有一個箭頭。 然後一個分數。 上面是Q。 下面是希臘字母。 大家知道這是希臘字母。 這裡再加一個圈圈。 我說, 你在講什麼東西啊? 高師定律跟這個句點, 跟這個東西有什麼關係啊? 因為他不曉得這個意義。 他就是這樣子記下來。 硬是這麼記下來的。 我說, 你其他七個不要寫了。 一過兩天全忘掉。 這不是這麼記的嘛。 不是這麼記的嘛。 這個呀。 這個有物理意義,對不對? 你知道物理意義就很快嘛。 一,電長。 DA,面積激素。 一到的DA就是Electric Flux的激素。 Element of Electric Flux。 然後這個基本就代表是從蜂蜜面裡頭鑽出來的總電通量。 要等於, 這個高師鏈裡頭所包的電荷的淨值, 被這個場所來除。 你都沒有這個概念。 他這個就好像什麼? 我有一次聽一個語言學家演講啊。 他到世界各國去演講。 他說, 有一次他到外國啊。 講完, 有一個外國人很高興。 他說, 欸, 現在我會寫一個中文字耶。 看他那個要要浴室就要表現的樣子。 他就叫他, 你寫給我看。 他說, 我會這一個字喔。 他說, 我學了半年喔。 什麼字啊? 學這個字。 這個老兄以前拿的這個字, 不曉得哪個是上面, 哪個下面的。 拿了就畫。 這個小學生, 跟那個那個貝利學畫畫一樣。 拿了就畫。 畫了跟蟑螂一樣。 因為他不知道這個意義啊。 所以他學了半年。 小學生寫這個要不要半年啊? 學這個要不要啊? 不要啊。 學生的學字頭一下, 加個看見的箭子。 紙把它換成箭, 那不就絕了嗎? 對不對? 你知道意義的話很快啊。 幾秒鐘就會了。 跟這個一樣。 你不知道意義, 光這麼對有什麼用啊? 所以, 你們要學。 就好好地學。 像量歸像量。 純量歸懸量。 純量歸純量。 Dot歸Dot, Cross eCross。 他寫得清清楚楚。 我不這麼嚴格要求你啊。 你到最後最後啊。 還是不會。 我以前出過我們博士班的入學考試的電磁學。 因為我教電磁。 考了高斯定義, 沒有一個寫對的。 他們要念博士班了。 連高斯定義都寫不對。 你將來怎麼念那個Electrodynamics啊? 那不是天書啊。 那不是念天書啊。 這樣培育出來有什麼用? 我先講再先哈。 以後要大家注意哈。 我們再看第二個例子。 好。